大家好 欢迎来到资金流事务所的一周展望 今天是2月19日 看上星期港股整体走势继续回落 主要受到外围方面包括美国 整体经济数据仍然偏强 令大家继续担心美国加息的步伐没有停下来 看回刚刚这个星期来说 整体上港股 内地A股和美股 港股的走势相对比较差 当中恒指跌了2.22% 跌了2万719点收市 至于国指和科指分别跌了1.89%和2.4% 而科指亦跌了4257点收市 至于内地A股那边也继续回落 回落的幅度由1.12%到2.18% 至于美股整体走势仍然稍微向好一点点 但当中主要是在纳指上升 而道指和标普物指数都是轻微下跌 道指下跌了0.13% 至于纳指来说就升了0.59% 标普物指数跌了0.28% 看回上星期五的时间 没有什么大的经济数据出 只是有个美国的领先指数量 就跌了0.3% 跟市场预期是一样的 跌幅是比起12月份稍微放慢了 不过看回上星期尾段 一众的PPI数据出来了 一月份的核心PPI就升了0.5% 比市场预期是0.3% 升幅是要多的 至于核心的PPI同比的增长是5.4% 亦高于市场预期的4.9% 就着PPI的数字比预期强劲 大家又在担心 美国的加息步伐会反弹 并且预计 未来三月或五月份 会有机会再加息0.5% 跟之前的加息来说 加幅是跌下来的25点 是有一个反弹的 亦都因这个因素 使得市场上 以这个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 作为一个评估 去看回三月份的加息机会 有是之前一个星期 大概是90%左右 是会加25点 都是维持在81%左右 主要是 继续看到经济数据的方面 是比较强劲的 至于5月份 是再意识的时间来说 市场亦都是预期 有25点的加幅 就去到76% 但与此同时 其实最主要都是看回 市场如何去看回5月份 如果再加息的话 6月加息的机会有多少呢 以现在去看回 市场对于6月份 继续加息 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预期 差不多是50%的机会 所以之前大家在看 就是说 美国经济那方面 在通约数据放缓 有机会在 5月份加息息后 随即就叫做见顶 似乎这个预期有少少落空 令到 现在来说 市场也是比较担心 一旦的息率是继续向上调的话 会影响到企业盈利 亦都因这个加息预期 是准复升温 令到美汇的走势 在星期五一度 就升到上去104.67的水平 这个位来说 亦都是贴近了 去年8月份的低位 在104.64 就随即就由高位回调 亦都预认了有一个很大机会 这一次的反弹 基本上就是市场的 一个是叫做 忧虑来的 最终来说 会不会是真的加那么多知识呢 现在来说 还是言之过早的 不过是 市场的看法就是说 很多时候看到 美国联署局那方面的官员 不停地放英 都是影响到他们自己 本身是对于未来的加息的判断的 在之前连续两个星期 其实都看到 不少联署局的官员 无论是有决策权的官员也好 或者是没有决策权的官员也好 都表示乐意见到 食口继续上升 直至压抑住那个通胀 是下跌2%的目标水平的 不单止美国 其实还有很多的国家 都表示 希望透过加息 令到整体的通胀 是下跌2% 但是整体要去到2% 是真的要时间的 不是说加多几次息就可以 所以如果看回 现在来说 美国的整体息率 基本上我都相信 还是有上升 但是未必会 以加50点指作为 是未来几次加息的加息结果 在市场预期 继续有加息的机会 都令到美股方面 整体的走势是偏弱的 虽然看回 无论是道指也好 标普物指数也好 甚至是纳指也好 近期的走势 相比其他市场 是要强一点的 尤其是比如看回 星期五 原本 美股是 中段的时间 还是跌着的 但是就是随着 市场消化了 那个极加息预期 在收市前 就导致 也都是由跌转升 倒升回到129点 升幅是达到0.39% 亦是看到 就是导致 原本是跌离了 这个保利加通道中途 落到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但是随积也由底部反弹上来 就令到跌穿这个中途的压力 就不算太大 以道指去看回 其实走势上 这些各个就是试了很多次 在顶部 也都可以这么说 就是 34,300 这些位置来说 压力也不小 但是 现在那个 保利加通道的 随着高度 和那个 保利加通道中途 做了一个 比率 看到那个比率来说 BBW 已经去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水平 甚至可以看回 全年都没见过这么低的水位 排除短期里面 就是保利加通道的 随着高度是会有机会 是扩阔 令到市况 会出现一些突破 那究竟向下突破 这个向上突破呢 那现在来说 实际上 还未是 太过清楚 因为 你看回 RSI 现在仍然是低过50 一般来说 低过50 代表走势偏弱 但是 亦都见到 星期五来说 保利加通道 是曾经 是见到 日内 指数是跌到 那些通道底 就算是反弹 那都是有少少 暗示着 底部的支持 都正是有效 那现在最重要 就是看 究竟 未来的一个星期里面 道指可不可以 就是说 由 保利加通道的 下行 那部分 那个中族的部分 下面 就反弹上来 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都会使得 这一阵的走势 有机会再试 那些顶部 值此就是说 推高个指数 但是 如果一旦 没办法 站在中族楼上 甚至是 短期里面 再次向下试 底部 有机会在 保利加通道 垂直高度 扩阔 令到那个 通道 是 出现 一个 扩阔底下 指数下行 舔着通道底 向下跌的 机会 是并不排除的 那 看回港股 近期 人民币的走势 相对比较弱 底下 亦是继续回调 内地的 汇股也下跌 最重要是 仍然 看回美汇的整体走势 有没有一个转弱的可能性 因为很多时候 人民币和美汇 是相对的 现在来说 内地的坚势是伏伤 理论上 人民币 没有理由 那么弱 是有机会 甚至是 进一步去试 回去 就是 在 去年的 六月份 那时的 偏强的位置 是6.6178 但是 今次来说 去到6.69 之后 又再 转弱 这一次 转弱的形态 相信 未会 使得 人民币 是回到6.91 这些水平 但是 起码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说 人民币的汇价 就 叫做 失守了 20天的二龙平均线 20天的二龙平均线 亦都是 转弱 要在 短期里面 扭转这个 整体的 弱势 都必须要 看到 就是这个人民币汇价 是穿回 那个 20天的水平 才可以 将 20天 由一个 转弱的形态 转强 所以 暂时只可以看 人民币的走势 是弱的话 对港股的整体影响 仍然 是负面的 看看 刚刚这个星期 其实我们都看到 市场的 走势 都仍然是 比较偏弱的 因为我们看回 开始那个 竞价时段 我们看到 是流入来港股的资金 在过去的 5天 由这个 这个 13号 17号 的的确 看不到 有一些 比较大的 资金流入的 情况 我们也都看到 走势上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都是继续以一个 比较积弱的形态 因为 星期一来说 开市的时间 曾经流走 12.9亿的资金 其后 是有三个假日 就见回 一个正的资金流入 但去到星期五 又再有一个 资金流走 跟之前一个星期 2月6号 到2月10号 那个的整体情况 没有太大的改善 而且 亦都见回 在 那个 叫做 需货比率那方面 即使 是见到 有 几天 是那个 资金流入 比如14 15 16 这几天 我们也见到 有5亿 3亿 不是5亿 的资金流入 但是 在那个 整体 叫做 恒指 那个 追货比率来说 是不够 七成的 即是在那段时间来说 仍然都是属于 一个 比较弱的走势 至于 港股 在收市有 那个竞价时段 亦都是有 一个相似的情况 因为 都见到 当那个 资金 在 之前来说 我们见是 有一个 叫做 是 流入的情况 是慢慢 叫做收窄了之后 在星期三 那天 就 15号 和16号 的确是仍然见到 有钱 是流入 但是 流入来的 金额 就分别是 36亿 和 就在这个 15亿 之后 去到星期五 收市的极竞价时段 又再有一个 资金流走 而且流走的 复金额 也有14亿 都是一个 比较 淡的 看法 亦都见到 资金流入的那几天 特别在星期三来说 有93%的追货率 大多数时间来说 都是比较低的 其实是在显示的 市场对于整体前景 仍然有 太过明确的方向 所以一些比较长线的资金来说 他们都不敢 在现在的时间 再大举 入市 所以你现在看回 市场 去到21,000 在水平以下来说 他们都未肯进入 整体的市况 在短期里面 随即是能够 转回向强 似乎可能性 就不大 很多的时间来说 投资者都会对于 资金流那方面 会有一些的错觉 他就说 资金那天进来的话 一定是看好 未来一两天的走势 有很多时候来说 这种错觉 都会令到 在判别上 会出现的 一些谋误 因为很多时候来说 我们都说 整个的资金流 是分开两折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 是三折的 因为两折的原因 在持续交易时段 和建价时段 在这两节里面 他们在做的事 是很不一样的 在持续交易那段时间 基本上 大家正在炒 而在开市那段时间 那个极竟的时段 亦都是一个短期 是看一两天的走势 有些投资者的部署 所以如果 在开市那段时间 看到有钱进来 而且进来的金压 相对比较大的话 可能都是 在炒一两天的 看好后市 所以如果 开市的时间 整体资金流 是超过10亿以上 预计在短期的走势 是有 做好的机会 但 收市的竞价时段来说 参与者 就很不一样 他们做事 基本上 不是看一两天 而是看一个 比较长线的看法 亦都因此因素 指数在19000点以下 看到大量的钱 在那段时间进来 主要是看一个 比较长线的看好 所以在那段时间 判别 市是升上来的 空间会相对多 但随着指数 22700下回来 看到整体的资金流入 尤其是在收市的 建价时段 开始 缩得比较紧 现在来说 投资者似乎 跌到21000这些水平的 有很多的兴趣 入市的兴趣 暂时不大 可能都是一个 几大的预示 就是短期的指数 就算不是滑跌 也很难在短期里面 随即是 见回一个反弹向上 尤其现在来说 去到50天线 很多的投资者 会拿50天线 作为一个 参考水平 我们很多时都说 50天线 跌穿的话 就会大幅上升 但是 现在来说 50天线 我相信是有机会 可能是先行回稳 但是要大幅上升 必须要 看到 在开市的 建价时段的 资金流入 以及收市的 建价时段的 资金流入 都配合 才可以做到 看回这个图 就是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 指数在下跌 资金流入的 情况 在初段 都是比较快 但是 随着 踏入了2月之后 整体流入的资金 是 慢了很多 这是似乎 一个很大的 信号 就是说 之前那一阵 由12月20日 开始 一个比较明显的 上升之后 现在来说 大家 有点 看着 先 不敢入市 尤其是 当 把资金流 分拆为 开市 收市 开市 市那段时间 基本上是平了 绿色的线 正在反映着 基本的动力 是很弱的 亦都因这件数 暂时看不到 市 是会随着大幅上升的形态 因为 大家也看回 之前两次 当市 是由一个 比较平的 开市的资金流 转到一个 比较急的 资金流入 市先上回来 现在来说 大家都见不到 开市的资金流 是比较多 所以 暂时可以预计到 市 还未能够 明显抽升 而科子 亦都有相似的情况 亦都相信 现在暂时 科子要 做一步做好 都是有 资金欠逢的情况 出现 至于我们看 恒子的周线图 自从 2021年 由31,883.1跌下来 去到去年的10月底 14,597点 计算反弹 38.2% 总跌幅 就20,932点 这个水平 这个位置 暂时看到 上星期 在收涉时间 跌穿了 现在跌穿的形态 配合到 指数有 加通道 顶部 就开始 跌离了 通道顶 再加上 RSI 也跌穿 70 这个水平 整体的走势 似乎有一个 短期 继续回转的形态 如果在未来的几天 都没有办法上升到 200,900 上 回调 未完结 如果我们看回日线图 以2022年2月份 当时反弹的阻力位 在25,050 水平的时间 我们做一转的回调 计算是 61.8%的反弹 之前已经升到 22,700 水平 但这一转回调 也看回 61.8% 反弹 目标 21,065 也稍微失手了 现在来说 要看 50天线 这个位 在短期里 会是怎样的 因为50天线 现在的水平 是星期五收市的水平 是相差20点左右 如果 最后来说50天线 都要轻轻失手的话 当然你说250天线 是下一个支持位 一般来说250天线 是心理关系多于 真正的支持 如果做一个回调的话 可能就要多一点 尤其是现在去看 无论RSI也好 又或者我们来看 保里加通道 随直高度 都在扩阔 贴着通道底向下走的 机会 似乎是大了 可能跌的 风险来说 会是比较多 因为 技术走势 出现回调的条件 已经是足够 令到市况 可能都会 偏弱 形态 是不变的 来看 这个星期 其实 仍在看 经济数据 美国在未来的时间来说 都会继续公布 重要的经济数据 星期一来说 内地方面 会公布 台湾市场的 报价利率的 一个参考数值 3.65里 这个位置 应该都不会 怎么变的 除了这个数据之外 美国在 美国在 未来 在 这个 11号 即是星期二 就会出 PMI数字 另外 星期三 的 凌晨的时间 应该是 星期四 即是 凌晨的早上 应该是 上个月 美国联储局的 意识会议结果的 的记录 也都 需要留意 PCE的 物价指数 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 每个星期 要看 重要的 新生力失业救济人数 以及自続 新领失业救济人数 这两个数字 看回整体的 就是市场是有没有一些 几不尋常的 就是叫做 强势 因为现在来说 就是说 担心着那个 就是叫 非新 这个就是叫做 首次新领失业的救济人数 就一路这样回落 显示着 那个市场 务工市场 还是强劲 那就可能会令到 短期那个 就是通胀 那个数据来说 是会继续 是高期不下的 看回来这个星期 我们都会 就是继续 留意 整个市的 整体形态 当中来说 就需要留意 就是在 日线图 因为失手了 就是 反弹 61.8% 与此同时 就是周线图 亦都是失手了 38.2% 那个反弹的 支持 那现在来说 250天线 是一个短期的 就是心理支持位 但是 如果你做个反弹阻力 来说 很明显 就是在日线图里面 就是 20天线 是一个 重要的 一个关口 那这个位置 就暂时 你要升上去 那个的阻力 都会是不少的 也可以这样说 这一阵来说 那个市 上临到20天线 流上 都会比较麻烦 一点 因为这一阵 回调 如果你说 跌多了 令到 20天线 向下 穿回50天线的话 又出现了 另外一个 叫做 回调的 触发点 可能市场 就会 回得更加多 甚至是 最终来说 可能 两万 这些水位 都会 先失手了 看回来 这个星期 大家的焦点 还是在 通胀数据 因为通胀的忧虑 是触发到 不少的投资者 在股市里面 沽货 里场 暂时 看到 美股的整体走势 都是比较偏弱 反映着投资者 做美股 更新看好 美股 也留意 6月份 加息的机会率 已经 去到 52.9% 加息会继续成为 市场焦点 导致 在 最后的时间 来说 星期五暂时 暂时穿了 暴力加通道中逐 亦都看到 暴力加通道的 上升高度 BBW 已经是太低 可能会触发 美股 有机会出现 下跌走势 至于港股来说 刚刚这星期 流入资金 是低企 周二 到周四 你终于三天 看到 那个资金 流入后 星期五 又再流出 都是暗示着 现在市场的 市况 还是比较偏弱 之下 投资者可能都要留意 未来的整体 港股 在资金流向 方面的表现 至于 星期五来说 行资 是失手了 21000 回到日线 的BB 底部 更加失手了 又是 31,183点 完成 跌浪的 38.2% 反弹目标 所以 多个技术指标 建约下 跌到50天线 若果日线图的 RSI 继续 进一步下跌 并且跌穿30 情况 会更加差 好 刚刚这个星期来说 整体表现 都比较差 有望这个星期来说 看看 经济数据 会否稍微 转弱 使得 市场对于 未来的加息的 预期 稍微 回落 到时来说 才有机会 带动 整个股市 做好 这个星期 一周展望 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若果大家来说 有任何的 意见 甚至是对于 股股的一些 看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留言给我的 我 看了留言之后 尽快回复给大家 多谢今天收看 拜拜